他就問了兩隻ETF 3003和2839 兩隻都是同A股掛勾的ETF 我看到最近都不少評論 就說看到人民幣持續強勢 強勢到要中央出手去打壓那個聲勢 還有接下來感覺上 內地的經濟增長都會 沒有之前外圍的市況那麼多的overhand 都會因而體好A股的表現 你覺得A股明年是否能夠跑贏港股呢 其實現時去看的時候 A股都是一直在跑贏港股 在今年一個的形勢方面 最主要來說就是 投資者的結構方面就不一樣 內地來說 A股是傾向內地投資者為主 港股來說就是環球的投資者 所以對於一些外資來說 如果它偏重是看一些外媒方面的消息 而外媒一直以來都是報負面消息多了 所以對於港股來說 構成的沽額方面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但是今年調整了那麼多的時候 明年來是否仍然外資看港股看得那麼淡呢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會 反而現在美股就開始有一個轉弱的狀況在這裡 我覺得比較大的可能性就是 就是那些基金開始都逐步將資金 就由美股就抽出來的時候 就轉投回到港股那裡 因為按市盈率來看的時候 這個的道指其實是26倍市盈率 現在港股就是恒指來説 大概是16倍市盈率 都差10倍的 所以在一個吸引性來説 我相信港股是比較高的 而且值得留意一下 各指現在市盈率就連13倍都不到 如果對應道指來説 是非常吸引的位置 所以基金其實都是計算的 至於你說行業整頓的因素來説 我覺得由這個降準的消息出現的時候 可以傾向稍微釋除了疑慮 就是最低限度 應該由現在去到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就再有一個大規模整頓的機會 就會比較上是少了 這些風險因素都已經傾向上走了的時候 所以最低限度 應該在明年第一季去看的時候 港股跑贏A股的表現就會比較上大一些 至於你說 剛才觀眾問到那兩隻的ETF的時候 我就留意一下 應該都是新上的 兩隻都是 今天就是第二個交易日 來做這個操作 似乎現時去看的時候 就未是真的對ETF的定價 有一個很作得準 是否已經去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還是因為剛剛上市的時候 出現一個的供求方面比較刺激一些 交頭活躍一些 以至到它的價格方面的波動性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妨看多兩個交易日 看到它的價格 可能日內的波幅範圍 已經是少於5%的時候 才考慮去吸納會比較安全一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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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